《建民論推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1號 我們今天的節目主要是跟大家首先匯報一下關於G20峰會 也就是在昨天這個G20峰會在意大利羅馬展開 那麼這次峰會是全球領導人自去年大的這個流行疫情以後 第一次就是有那麼多首腦們集體會面 那麼這個峰會當然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很重視 只不過這個上面缺席了兩個重要的領導人 一個就是習近平第二個是普京 習近平和普京兩個人都沒有參加這次G20峰會 那麼理由都是什麼疫情啦 反正那就是找出各種理由就是不來了 說是疫情有關 那麼這些國家領導人他們跟疫情就沒有關係嘛 那麼最終習近平和普京都是以視頻方式 出席這個20國集團領導人的會議 那麼習近平到這個會議上面仍然是要發表一番講話的 在這個講話他發表以後 中國的官媒又開始給他吹噓了 習近平即使沒有到會上 也是在給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也就是中共一貫就是毫不要臉的 動物中就說習近平是指引人類前進方向 當然習近平沒有到這個G20峰會 也是給G20峰會所有領導人把脈開放 給他們指明全球發展的方向 全球治理的方向 那麼所謂治理主要就是指一是疫情需要更持 第二個氣候需要治理第三個經濟需要復甦 也就是中共的官媒就把習近平吹噓到什麼 他參加一個視頻會議的視頻發表一個講話 已經給全世界指明的發展方向了 全世界領導人都聽習近平一個人的 這就是中共官媒表達的這種說法 但實際的狀況是習近平沒有去呢 這20國峰會的領導人絕大部分人心裡面都非常的鄙視 認為你習近平擺什麼譜啊什麼大國領導人啊 到了這時候全球峰會領導人大家在討論全球共同關心的問題 你不出席算什麼呢 所以說呢沒有幾個人對習近平不來呢 是對他能夠表示原諒的你愛來不來 最好你中國乾脆退出以後討論問題跟你中國沒什麼關係 那麼拜登呢他是一心一意希望習近平去的 因為本輪這個G20峰會呢 拜登本來想創造一個在這個峰會上面呢 能跟習近平面對面談判跟習近平見面的一個機會 但習近平不來拜登肯定這個願望就落宮了 所以說拜登呢他仍然到現在還耿耿於懷 在參加完G20峰會以後呢 拜登發表的這個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時候 還再一次提到了關於習近平和普京不來 不來他認為很多事情就沒辦法乾了嘛 所以他感覺到很大的失望 他在言辭中就明確地講我很失望 他說因為中國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沒有來 習近平普京都沒有來 他們沒來他們也沒有對氣候變化呢做出任何承諾 所以說拜登感覺到失望 你覺得習近平做出承諾你就不失望了嗎 習近平可以給你亂承諾啊 但是承諾的東西習近平能兌現嗎 所以說拜登呢他就是搞政治正確要求習近平做出一個承諾 但是習近平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從他見證到今天 他對全世界做出了無數的承諾 他哪一次承諾他兌現過呢 所以說你要他承諾有什麼用呢 拜登呢在整個這個G20峰會上面可以講就灰溜溜的 在G20峰會所有領導人合影的這張圖片裡面 我們一看嘛拜登現在站在最邊上了 你看上一次全球領導人就是G20峰會大家開會時候 川普站在什麼位置啊 因為上一次G20峰會就是大家領導人一起見面的那次峰會 還是在2019年2019年時候川普仍然是站在C位 2018年川普也是站在C位唯一都是到了2020年 2020年開G20峰會時候因為是疫情已經擴散了 全球疫情流行所以說2020年是視頻會議 19年18年川普都出席 而這兩次峰會裡面川普全部是站在C位 而拜登他第一次參加全球G20峰會他就站在最邊上 你覺得美國大國的領導人為什麼到國際舞台上面 只弄了一個最角落的這個角色啊 所以說拜登他從來沒考慮過他自己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 沒有人支持他對他推出的各種荒謬的主張 人們都感覺到非常的荒唐你拜登能當什麼總統啊 你提出的這些建議有哪樣建議能夠得到明星 有哪樣得到在美國能夠全部貫徹的呢 這兩天拜登政府他策劃的兩件事是在全美引起了強烈的爭議的 也就是拜登他自己莫名其妙的他說他打算宣布美國不首先使用核武 我不知道拜登他講這個話他的目的是什麼 當他說他打算宣布美國絕對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時候 中國高興死了胡錫進馬上就做出呼籲了 胡錫進要求拜登趕快宣布而且必須是宣布美國是無條件不首先使用核武 也就是你美國不首先使用核武中共就可以首先使用了 也就是等你美國反應過來你要對中共進行核打擊的時候 中共已經把他的核武器全部打過來已經把你美國已經死傷無數了 雖然美國最終能戰勝中國美國的反制力很強大問題是一開始要受到巨大的傷害啊 你知不知道如果中共首先使用核武的話肯定對美國產生巨大的打擊啊 中國這種流氓政府他不要負什麼責任的話 所以拜登講的話就是給中共遞刀子中共高興死了 你拜登趕緊宣布所以說這是拜登他首先講他準備承諾美國不首先使用核武而且是無條件的 這是拜登的這個新的提議現在在美國朝野兩黨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絕大部分的議員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議員都反對拜登提出的這個政策 第二個政策呢拜登打算呢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當時有大批的非法移民到達美國 而美國對這些人除了從疫情上要控制要對他們進行檢測 同時對他們的家庭要進行甄別在這個過程中呢有一部分家庭的父母和兒女呢是暫時分離的 現在拜登就抓住這件事就認為對這些非法移民呢很不公平 這些非法移民受到了傷害也就是變成你是非法移民啊 你只要非法進入美國一進入美國就受到傷害了 而受到傷害以後結果是什麼呢不僅要給你移民身份給你發綠卡 拜登要給每個家庭要發45萬美金啊你看看這種好事哪裡有啊 全世界你到哪個國家能輪到你能得到那麼大的便宜啊 也就是你非法進入人家國家帶著一身病毒 有可能你是吸毒的有可能你是販毒的有可能你是刑事犯罪的有可能你是暴力恐怖分子 無論你是什麼身份你只要混進這個國家然後你就受到傷害了啊 你受到傷害以後這個國家政府不僅要發給你綠卡給你永久居民的身份給你投票權 而且還要給你每個家庭發45萬美元啊這就是拜登的政策 說句正話全世界你到哪個國家能找出這麼愚蠢的國家領導人能做出這麼愚蠢的政策啊 所以說拜登就準備這麼去幹目前他這個政策當然受到一部分共和黨人的質疑和反對 但最終這個政策能不能推進下去我不清楚 但是拜登能提出這種想法你就可以覺得拜登荒唐到什麼地步 而且這個還不是最荒唐的 拜登的荒唐的事情是一樁接著一樁啊 也就是那個黑人弗洛伊德就是曾經歷史上有個五次犯罪記錄的這個黑人弗洛伊德 最終被民部長説為英雄的嘛 弗洛伊德事件所發生所在的那個城市就在明里蘇達州的明里阿波利市 那麼明里阿波利市即將投票決定什麼決定是否解散他們這個城市裡面的警察局 而以公共安全部來取代也就是警察局就下崗了以後沒有警察了 那麼原來警察的這個職能呢現在用公共安全部來替代 這個所謂的公安不是中國老百姓你在街頭上看到的公安 而是相當於中國的城管也就是這個所謂的公安它並不會當地老百姓服務的 也就是你打911讓警察處境是沒有了它只服從於當地政府簡單一點來講就是成為當地政府的打手 這準備在明里阿波利市權限推行把警察局取消變成公共安全部 而這些公安他們的職責就是執行政府的指令行使城管的責任對城市進行管理嘛 這就是美國啊也就是說拜登民主黨執政以後他就把美國糟蹋成這樣啊 所以你看到這些例子你不覺得觸目驚心嗎 也就是中國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國專制制度下發生的這些荒唐事情 現在在美國很多城市都開始落實 拜登正在一步一步的把美國進行中共化進行中國專制化 也就是把美國現在推向委內瑞拉推向南非 推向中共這樣一個無恥的共產主義制度化 這是美國現在目前它的這個民主制度受到考驗和受到顛覆的一個重大問題 而這個過程中呢中共的意識形態的滲透 中共對美國進行的顛覆呢中共是長期做這個工作的 不管是習近平執政還是習近平之前無論是胡錦濤江澤民還是鄧小平 從中共他掌控政權以來他一直視美國為敵人 無論美國跟中國關係好的時候還是不好的時候 中共從來沒放棄過要顛覆美國的國家制度 現在習近平他是面臨著他自己要二十大連任 他主要要控制和處理國內的這個政權更替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那麼多心思現在跟拜登去反 去參加什麼G20峰會去參與國際大家庭 去討論中國氣候的變化了討論全球的抗議了 現在習近平最大的這個想法就是怎麼樣讓他自己能夠順利的接班 完了以後他準備收拾台灣這是習近平最大的想法 但是習近平接班的這個道路上顯然是遇到重重主義的 這兩天我們看到的很多新聞報導都反映出習近平現在受到黨內極大的這個反對力量對他的反撲 也就是10月29號中共官媒報導了河南省委新當選的常委的結果 在這個新任常委的這個結果裡面我們看到了之江新軍 也就是原來來自於習近平這個圈子裡面的這個杭州市長 後來調任鄭州市委書記的徐立毅啊徐立毅居然沒有當選省委常委 這個是非常不正常的因為徐立毅是標標正正的之江新軍 在這個之前就是調任河南鄭州市委書記之前呢 他是擔任杭州市長的是長期在浙江任職的 是完全屬於習近平這個之江新軍啊就是敏澤滬 他這個幹部隊伍裡面他自己圈子裡面的人 他之所以能夠在鄭州擔任市委書記以及鄭州大水的時候 他可以胡亂作為導致了鄭州大量的死傷的這種狀態下 他仍然高座他市委書記這個寶座而且不受到罪責 儘管國務院來查查了半天李克強的國務院的事故調查組 也沒敢給徐立毅定下什麼罪狀也就是徐立毅照樣平平坦坦當他的市委書記 但是呢就這麼幾天也就是突然徐立毅的這個省委常委被免掉了 鄭州市委書記的位置就不保了那麼徐立毅現在突然被調離 那麼顯示著什麼毫無疑問來講這是習近平二十大連任之路啊 絕對不平坦也就是呢像徐立毅是屬於習近平他的手下的 斬掉習近平的手下問責他那顯然就是黨內通過問責徐立毅 然後向習近平挑戰那麼徐立毅他這次被拿下對習近平他連任來講 毫無疑問來講是個陰影嘛只是呢目前來講官媒沒有做出明確的報導 我們現在還很難馬上就判斷出徐立毅這次職務被撤壞 沒有進入省委常委沒有繼續擔任鄭州市委書記 他究竟算是河南水災的問職還是追究他當杭州市長時候的舊贓 目前呢還不是很清楚因為呢杭州市市委書記周江勇呢剛剛被中紀委抓捕 而周江勇和徐立毅呢曾經在杭州呢共同主政 也就是呢周江勇和徐立毅都非常支持馬雲的馬雲跟周江勇的關係相當好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周江勇因為馬雲的事件現在被中央調查 徐立毅是不是也深染其中目前來講還不清楚 只是呢你可以判斷出也就是習近平的之江姓軍啊現在呢肯定是受到一部分的質疑和受到一部分打擊的 這都是黨內的力量呢對習近平進行反撥 那麼習近平現在就是病急亂頭一樣 他看來看去他找不到敵人啊 因為所有人都是忠心擁護他的王 他感覺不到哪一個從表面上感覺到是敵人 但是冷箭就是一隻接著一隻啊 所以說習近平現在就到了嘛到了老羞成怒的地步 也就是他誰都不相信哪怕那些曾經幫他一下汗馬功勞的這些重臣他也要打擊 你比方說王岐山嘛十八大習近平接任以後 如果沒有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幫助他所謂打虎 拿掉他政治上那麼多對手的話習近平到哪能夠在十九大順利的再次接任 而且能夠佈局他自己終身制還可以二十大他第三次連任呢 也就是王岐山實際上是他的重要的這個幕僚重要的功臣 但是呢現在謝幕殺呂了你王岐山雖然原來是重要的功臣 對你王岐山也不能不打擊啊因此你可以看到最近習近平動王岐山的手啊 從對王岐山他身邊的人員對他一個一個的打擊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董宏是第一個拿下去的董宏是王岐山的大秘 那麼董宏現在已經判刑已經抓捕了 那麼跟王岐山有非常密切關係的財心王的這個主編胡舒立 胡舒立現在直接被取消了這個新聞網職業發佈資格 也就是對胡舒立的打擊實際上還是敲三正五嘛 也就是笑容王岐山他自己通過輿論權 通過自己媒體向外面傳達王岐山這一派的幫派勢力 也就是把王岐山他自己的這個喉舌先把他阻斷 那麼另外一個白手套人物就是海航董事長陳鋒 也就是海航大家都知道是王岐山一手經營 跟王岐山有非常密切關係的這麼一個企業 這個企業中共最終對他進行什麼破產啊重組啊 反正就是打擊海航最終還是把海航的董事長陳鋒抓起來了 而對陳鋒的打擊是非常慘的叫家破人亡 因為陳鋒這次抓絕不簡簡單單是把他一個人送到牢房裡面 他一人頂罪全家平安就拉倒了 根本不是是把陳鋒和他自己家族裡面所持有的所有海航母權全部收回 陳鋒名下的香港豪宅被這個接管人接管下來以後 最終用低價打氣者的低價就把他賣掉了 包括陳鋒的侄子叫陳超 陳超投資了香港幾套豪宅 這個豪宅總共價值30億被債權人接管以後 陳鋒家族連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這就是中共謝莫殺驢的結果打擊陳鋒打擊海航 而打擊陳鋒實際上是堅持王岐山的 也就是通過打擊陳鋒打擊胡蘇利對王岐山施加壓力 這就是中共他一貫的做法嘛 而中共一邊是對王岐山的手下進行各種鎮壓 同時呢在理論上面呢對王岐山進行交打 也就是學習時報所謂學習時報是習近平安排的 打著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為名的 幫助習近平傳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喉舌一個媒體 這個喉舌媒體直接表達的是習近平的自己本人的聲音 所以說這個學習時報在十曜二十二號就發表過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名字叫什麼叫西漢假儀的治安策 他這個文章都是借骨封京 也就是他在這個文章裡面寫說 亂治最大隱患在諸侯這句話就是表示 中共最高層如果亂 亂就亂在諸侯身上亂在你們黨內的高層單部身上 他完全是借骨封京用這樣的語句 他強調治安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政論文章之一 尤其是他堅決維護中央權位 反對諸侯分裂思想 對鞏固設計以及綿延後製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以說呢學習時報推舉這個西漢假儀的治安策 實際上是對中共現有高官對他們進行敲打 告訴你們亂就亂在諸侯 江山涉及發生問題都是你們這些諸侯在內部起作用 因此來講對你們這些諸侯的打擊 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央集權的統一嘛 這就是學習時報他要傳達的最重要的理由嘛 而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一變他要鞏固黨內的權力 為他自己二十大做好自己二十大能夠連任的準備 同時不斷地在國際上面尤其對台灣呢進行各種武力威脅 語言他們也是挑釁人家台灣企圖製造就是什麼 中共馬上就要公開的這種氣本 用這種情況一是調動草民讓草民永固黨中央嘛馬上要打仗嘛 第二個給台灣製造壓力以後 把全世界的這個注意力呢都吸引到台灣身上 然後習近平這邊順順利利接班 等他接班以後要不要動台灣的手 我覺得他是不會放棄拜登執政的這個良好時機的 在拜登執政這個狀態下習近平動手台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目前呢他只是造紳士 所以說這兩天國防部有一個新聞發言人一個大校名字叫秦安 秦安他在一次講話中已經是非常非常的露骨了 他說是祖國必須統一不計代價動如雷霆後 冬季我們到台北去看雨 也就是他強調到要到冬季就到台北去看雨了 那現在離冬季沒有幾天了你覺得這個冬天解放軍能夠到台北去看雨嗎 不說是他講的這種昏話抄著人家一句孟廷偉的歌詞 那解放軍冬天作戰冬天渡海有這個可能嗎 解放軍有這個渡海能力嗎 所以說呢這個中共呢他只是呢在網絡上不斷地叫囂 在輿論上製造各種緊張氣氛 郭台辦的副主任講的話更可笑了 郭台辦副主任叫劉金川他居然最近發表公開談論說什麼 說如果大陸統一台灣以後台灣的財政收入儘可用於改善民生 這個話講的一下子台灣人就全部笑了 我們的錢你現在來帶我們安排啊 改善台灣民生台灣民生需要你來改善 你改善改善你大陸的民生 你看看大陸人都窮到什麼地步 你跑來惦記到我們的財政收入了來改善我們的民生 這簡直就跟朝鮮指鐵發誓 他要改善韓國人的生活和韓國人的國際地位一樣 人家台灣人的這個收入和台灣人的這種生活狀態 人家的這個民生技術哪需要你中共來操心啊 台灣和你中共簡直是天壤之別 台灣人家早已實現了免費醫療免費教育 台灣人均的GDP是你大陸的三倍 人均收入同樣是你大陸的三倍 你看不到台灣和你中國的本質區別嗎 人家台灣才是全民共同富裕 你中共動不動去改善別人的民生 你自己的民生有沒有改善好 中國的老百姓現在處在什麼狀態 究竟你應該去統一人家台灣還是人家台灣來統一你呢 我們簡單一點回顧嘛 因為網上都不斷的給習近平和蔡英文給他們打分 我們簡單的看一看嘛 習近平執政到現在九年 蔡英文執政到現在不到六年 那麼他們分別給當地給台灣和中國大陸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簡單的通過網友的總結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蔡英文執政不到六年 台灣民眾已經給蔡英文對他自己執政以來取得的成績 給他列出了他的成績單 也就是蔡英文執政那麼六年裡面已經實現了嘛 首先實行了國防智慧上面極大的人力提高 也就是潛艇國產化了 也就是目前來講台灣重要的這些潛艇 通通通過台灣島他們自身就能夠生產 有大量的優秀的潛艇生產和製造 通通是台灣本土自身就解決了 這是第一個叫潛艇製造 第二個叫年金改革 所謂年金改革也就是台灣人民他們每年他們個人的這些年金 通通得到了一個極大的提高 第三個叫守住住瘟 也就是蔡英文接任以後 當時有這個住瘟對台灣有極大的威脅 而蔡英文在這個時候是死死的守住住瘟 不讓台灣受到住瘟瘟的感染 給台灣民眾身體健康帶來麻煩 這是蔡英文守住了住瘟 收入就提高了嘛 第五個是婚姻平權 也就是蔡英文在台灣是承認了同情戀的 第六個是股市破萬點 也就是蔡英文執政到現在台灣的股市是不斷的上漲 現在已經破了萬點紀錄 那麼第七個是深化了台美關係 也就是台灣和美國關係 在蔡英文執政以後得到極大的加強 目前來講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已經達到了歷史上最好的狀態 其次就是疫情控制呢 台灣現在已經做到了零確診 也就是台灣控制疫情 在整個全球各個國家裡面都是控制的最好的 台灣一天也沒有封過城 台灣人民的生活一天也沒有因為疫情受到極大的影響 台灣所謂的封城或者是大家不上街 那都是台灣民眾自動的不去 而不是政府強制的規定任何人不可以來 任何人不可以上學 任何人不可以上班 任何超市不可以進 台灣從來沒有這樣去做過 那麼台灣因為疫情感染時候 台灣已經失信了 它那個口罩和防護用品呢 完全做到本土生產 自給自足 在自給自足的情況下 還拿出大量的口罩支持世界各個國家 包括支持歐洲各個國家 所以台灣它的口罩外交執行的非常好 那麼其次 蔡英文在她自己任期之內 還專門推行了農民退休金制度 也就是台灣現在的農民 她退休跟公務員一樣都可以享受退休金啊 你們中國大陸的農民 他們有什麼退休金? 還跟公務員比呢? 他們村子裡面跟村長也不能比啊 所以說呢台灣實行的這個農民退休金制度 跟所有的公務員都是平起平坐的 那麼在蔡英文任職期間 她還推行了給軍公教掌薪 這個軍公教掌薪達到了25年來最高 給勞工掌薪達到了15年來最高 那麼掌薪就是要有錢啊 那麼蔡英文就是因為她自己卓越的領導能力 台灣的GDP在高漲啊 台灣的這個產出非常大 所以說台灣她儘管支出了那麼多錢 在國防上支出錢 在退休金上支出錢 提高了這個軍公教的收入水平 提高了勞工的收入水平 她的財政年度介於三年還超一千億 你想想看這種成績的習近平拿得出來嗎? 而且台商回流到台灣已經達到了七千億 這都是蔡英文執政六年給台灣人民交出來的優秀答卷 而習近平呢?習近平執政到現在九年 他在九年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呢? 隨便給習近平數一數你就知道了 給中國人民帶來最大的災難首先是新冠病毒吧 武漢病毒是習近平帶來的啊 有了武漢病毒以後全國全世界都民不聊生吧 所以說習近平給中國最大的危害首先是帶來了武漢病毒 其次是帶來了中國幾千萬事業大軍 也就是中國有幾千萬人下崗根本就沒有飯碗了 他帶來了非洲主文人家蔡英文是控制了台灣的主文 但是習近平帶來了非洲的主文 帶來了非洲大量的愛滋病 把很多黑人先生帶到中國來 然後到山東大學給他們發三個女學班 大量的愛滋病在中國很多城市裡面蔓延 這都是習近平帶來的啊 現在呢他到處割韭菜他又要帶來了房產稅 也就是他不搞房產稅割不到韭菜了 所以說他又帶來了房產稅 更重要是帶來了網絡禁言嘛 也就是在習近平統治這麼九年裡面對中國網絡輿論控制的是最嚴格的 你說一個殺雕連三個字都要抓起來了 你質疑一下中印雙方軍隊隊累的情況 這個蠟筆小丘都要被抓起來了 也就是中國哪有什麼網絡自由哪有什麼新聞自由啊 帶來了中國幾十萬家幾百萬家這個大量的外企外逃 也就是外企都撤走了啊 帶來了中國的閉關鎖國啊 帶來了上千萬家的民企倒閉 帶來了習近平天天給全世界送錢 就是中國的名聲已經名不了聲 但是他還把大量錢送到全世界去 最重要是他帶來了香港一國兩制的毀滅 也就是香港回歸這麼二十多年來 本來香港是可以按照一國兩制的道路 繼續走向香港的繁榮道路 保持香港的東方民族 亞洲金融中心的這個地位了 但是習近平來了沒幾天就把香港徹底毀掉了 用國安法現在徹底捣毀了香港的一國兩制 現在大量的港人尤其香港那些精英全部從香港流往海外 也就是香港現在完全給習近平毀掉了 這不就是習近平執政九年給中國給全世界帶來的禍害嗎 你還看不見嗎 他拿什麼跟人家蔡英文比的 在這種情況下你動不動要去統一人家台灣 究竟是人家台灣要統一你還是你去統一人家台灣啊 也就是習近平執政這九年 在中國他製造了無數的讓你感覺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嘛 就這一次這個鋼琴家李英迪的事情 李英迪嫖娼固然是他道德上的瑕疵 但是人家沒有違法啊 你們把人家感情殺絕 也就是對李英迪這種處理 讓很多人都感覺到中國政府是絲毫不愛惜人才 一點不尊重藝術人才 像李英迪這種鋼琴家正是幾十年幾百年才培養出來一個 你們為什麼因為這一點小事就對人家感情殺絕呢 李英迪我並不為他叫去 也就是李英迪也是個小粉紅熱愛共產黨的恨 他今天被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記得粉碎呢 他要給他自己做總結 我現在討論的是共產黨的態度 而不是討論李英迪本人 他因為是小粉紅特別打擊活該 共產黨他從來不愛惜人才 他對李英迪這種做法 不代表每個人都看得下去 不代表沒有人去挑戰的 我在昨天就在網絡上看到 中國音樂家協會有一個會員 這個會員名字叫季志平 我並不了解季志平他本人的生平簡歷 也不知道他是屬於什麼樣的音樂家協會他們的成就 他成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會員 但是他的正義感我從他的退會說明裡面 我是完全看到了 也就是季志平他專門通過他自己所在的佛山音樂協會 給中國音樂家協會發出了他自己的退會聲明 這個退會聲明他說的很明確 鑒於中國音樂家協會 在處理李英迪事件上的不治 本人決定即時退出中國音樂家協會 以抗議中國音樂家協會的錯誤決定 並對李英迪先生表示深遠 人皆有錯但李英迪先生之錯卻是瞎不掩喻 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極端做法完全是落井下石的過分之舉 對這樣一位曾經為中國音樂事業做出結束貢獻的音樂器材 嚇死狠手實在是令人發指和卑鄙無恥的 所以說呢季智平他發表的這個退會聲明 至少認為中國的音樂家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仗義之言之人也就是這個社會並不是所有人 都是跟共產黨一樣的是非不分的 而李英迪憑他的藝術才能力 共產黨對他這樣打擊 你把他主動推出國門之外 全世界邀請李英迪的人多了 這兩天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的院長羅伯特·布魯克 他本人就收到了很多的電話 所以呢他本人呢在昨天就是10月31號 他在本學院網站上回應說 他說很多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的人和其他機構的人 都向他的辦公室詢問 要求證實李英迪是否已經被耶魯大學聘請的這種說法 最終這個音樂學院院長就明確就說 我們學院呢沒有這樣的任命 就是目前來講的沒有聘任李英迪到耶魯大學音樂學院來 但是李英迪現在受到全世界的邀請 受到全世界音樂圈對他的這個音樂才能的肯定 這是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說李英迪在他自己受到這個治安拘留處罰 他結束之後他本人如果是到達海外 可以講全世界的音樂學院都會向他盛開熱烈歡迎的懷抱 我相信李英迪到國外發展 拋開中國小粉紅 拋開追隨共產黨的這個政治教條 認清共產黨的邪惡 李英迪弄不好痛定刺痛以後 李英迪可能在音樂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 所以說我們期待著李英迪呢 被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鐵圈 記得粉碎的小粉紅的思維被打擊了以後呢 他能夠能能醒過來 醒過來早一天加入到反抗中共專制的道路上去 好今天的節目就做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